好不过真的要当心有一些可恶的人蛇集团存在 这绰号美子的主贤呢自己本身为人母 没有想到她却是在报纸的分类广告上刊登假的广告 号称到日本短期工作那么轻松月入十万 真的有女生呢因此相信了 结果护照机票通通被没收 而且还逼迫从事非法性交易 为了赚钱没有办法将心比心 让这样子的一个人母呢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可怕 她是被害女子化名小雪 戴着口罩帽子不断哭泣 原本以为到日本打工可以短期掏金 没想到却被逼迫从事非法性交易 那好不容易在过了将近一个月之后 她趁着看管她的两个小姐 正好外出去澡堂的时候她逃脱出来 那跑到路边她也不晓得该向谁求救 就蹲在路边一不小心跌了个跤就蹲在路边哭 那这个时候很幸运的有一个日本的友人 就把她带了了解她的状况以后 就把她带到日本的警局去报案 就是这张报纸分类广告 没想到却是个大陷阱 上头写着到日本从事打扫工作 到到就可以月入十万 但人一到日本工作就变成被逼迫坐台 让小雪被软禁的日子 只能写着写的日记 上头全是心酸语句 小雪说自己是台北人被骗来日本 就让警方帮帮忙 还写着被逼迫从事非法性交易 若不从事就没有饭吃还会被殴打 我们的被害人到达日本之后 护照以及回程的电子机票 立即被嫌犯集团的成员控制 强迫她从事性交易 被害人因为不愿意 曾经受到殴打 甚至于下药迷婚 狠心的人蛇集团 以41岁的夜戏女子绰号梅子为首 看似柔州的外表 却是心狠手辣 为人母亲却刊登广告 狂尘倒酒打扫轻松赚大钱 但却让被害女子落入了悲惨陷阱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郭先杨 太阳道